XO醬 大家好,我是阿老師 你們有想過XO醬的XO是什麼意思嗎? 影片看到最後,你就會知道囉 XO醬起源於香港 雖然不算是歷史悠久的醬料 不過它卻是老陶最喜愛的醬料之一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道 XO醬爆三鮮 首先我們來備料 先將蔥切成蔥段 辣椒對切之後 去紙再切成片 蒜頭拍打之後,切成末 蝦子開背之後,用菜刀壓一下 可讓蝦球形成的時候更立體 花枝片花刀之後,再切成條 現在要來煉蝦湯 鍋內加入少許的油 放入蒜末 炒香之後,放入蝦頭 把蝦頭炒至完全紅色之後 把蝦頭炒至完全紅色之後 加入少許的清酒、水 煮滾約至一分鐘 就可以取出蝦湯 現在要來燙花葉菜 我們在滾水之中 加入少許的油和椰 可讓花葉菜燙起來更翠綠 花葉菜撈起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燙海鮮 將所有海鮮 倒入滾水之中 大約四、五秒之後就可以撈起 接下來,起一個平底鍋 鍋內加入少許的油 將蒜末、蔥段、辣椒、爆香 加入XO醬 並加入少許的米酒 加入剛才的蝦湯 把剛才的海鮮全部倒進來拌炒 起鍋前加入一點太白粉水 淋一點香油 好吃美味的XO醬爆山鮮 可以上桌囉 我們經常在酒瓶的廣告當中 聽到XO白胺地 XO這個詞也引申了高級與奢侈的概念 1980年代 香港的酒店 用了最高等級的食材 煉製了這個醬 讓這個醬的製造成本 非常的昂貴 都是富貴人家 才吃得起這個醬 才有了這個XO這個詞 XO醬 它可以當主角 也可以當配角 拌飯拌麵都好吃喔 XO醬